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约尔书的第二章 约尔书的第二章比较长 总共有三十二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借着先知宣告 那可怕的黄虫的灾祸即将到来 神的百姓应当进食 哭泣悲哀 一心归向神 我们来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一节 那即将要来的可怕的蝗灾 第二段是十二节到十七节 百姓当进食哭泣悲哀 一心归向神 第三段是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神的百姓若是真心的悔改 神就必再赐福神子民所居住的土地 第四段是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到了末后的日子 神的灵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那敬畏并求告主名的人 就必得救 由于第二章的经文比较长 我们就把这一章分成两天来读 今天我们来读它的一节到十七节 也就是本章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我们为这头两段的经文所选的要节 是十二节到十四节 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 和奠祭 也未可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前面的约尔书的第一章 这章的内容是在讲 耶和华神借着先知约尔 向自己的子民宣告 那可怕的蝗灾即将到来 如果蝗灾一旦到来 神子民的国在各个方面都要遭受到击打 那日子极其可怕 就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百姓将没有粮食 也没有新酒和油 就连圣殿当中 每日正常所献的素祭和奠祭都将断绝 所以神的子民 从祭祀到长老 及国中的居民 都当来到神面前 痛哭 哀嚎 向耶和华神哀求祷告 我们在今天和明天所要看的 约尔书的第二章 是继续的在讲第一章当中的内容 所以第二章的信息可以被看为是第一章中 先知所发布信息的延伸和扩展 尤其是第一段和第二段 而第二章的第三段 第四段 就讲到了一旦神的百姓真的向神进食哭泣悲哀悔改 神便向他们回心转意 神必再赐福于自己百姓所住的地土 而且在第四段中 神又应许了那末后日子 神将给自己的子民所带来的属灵方面的更新 恢复和复兴 约尔书的第二章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他的第三段和第四段的经文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第一段的经文 一节到十一节 神借先知的口继续宣告那即将要来的蝗虫的灾祸 二章的一开头 第一节 神借先知的口向百姓们宣告 在西安当做的事 经文中所说的你们应该是国民中的祭司们 经文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脚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第一节的经文明显是与一章的13节 14节 15节有关 尤其是一章的14节 神曾借先知 吩咐神子民中的祭司们 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 而二章的一节 便是祭司们招聚国中长老和居民的做法 是要在西安吹脚 在神的圣山吹出大声 这就表示 那令人战惊惧怕的进食的日子和严肃会 即将开始 吹脚和吹出大声都表示 神的子民所面临的事态 十分严峻 那巨大的灾难 正迫近神的百姓 让那可怕的 主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西安和神的圣山 不仅是吹脚 并吹出大声的所在 他更是神 为自己的百姓 所设立的保障和避难所 国中的居民 将要战惊恐惧地聚集在神所设立的西安 因为那日神将降下刑罚 也要对犯罪的民施以审判 所以这里的第一节的后半节 就像一章的十五节所说的那样 又一次提到了 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而且已经临近 接着第二节 先知就描述了那日的可怕 经文中说 那日是没有光明的日子 因为天地之间 全是无法冲破的黑暗 经文的描述是 那日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大家若是参考 西班牙书一章十五节 那里的讲法 与本处的经文很一致 西班牙说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极难困苦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大家若仔细看 西班牙书第一章 经文还有更多的话 来描绘那日子 可以于本章做参考的经文 有好多节 第二节中 有一处描述 提到那日 好像晨光 铺满山岭 只读文字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 当早晨的时候 朝霞出来 其光芒 只是照射在 地势较为吐起的 山岗和山岭上 而别的地方 还是乌黑一片 所以就显得 山岭和山岗 特别的明亮 而周围和背景 却是一片黑暗 这是其中的一种解法 另外的解释 是这么说 当主也好啊的日子到来 天地间 到处都是黑暗 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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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黑 这是因为 像第十节所说的 当蝗虫之灾来到 地震天动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而唯一发光的 就是那数不尽的 密密麻麻的 蝗虫身上 所发出的寒光 我小时候 在东北的农村长大 有些的蝗虫 体表散发着 绿盈盈的光 所以解经的人 就告诉我们 当整个的天地 都昏黑 幽暗的时候 只有蝗虫大军的身上 散放着 如清晨一般的光芒 就如同晨光 泼满山岭 那这一景象 该有多么的恐怖 我个人 比较倾向于 这样的解释 因为二节的后半节 就说了 有一对蝗虫 大家特别留意 括号中小字 原文做明 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万代 也必没有 大家参考一章的 二节三节 还有第六节 我们当看到第二节 就要知道 它与第一章信息的内容一致 先知是又一次的 把蝗虫之灾 与主耶和华的日子 连在一起 而这蝗灾 又同时在指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那即将发生在自然界的 真实的蝗灾 另外一方面 这蝗虫 又是在指 外来的侵略者 我们可以将他们理解为 就像巴比伦 或是别的国家的 可怕的军队 神界先知 警告当时的国民 这蝗虫之灾 或是由仇敌 所带来的侵略 其力量和气势的强大 乃是以往没有过的 后来也不会再有的 有人提醒我们 主耶稣 也曾经这样讲过 大灾难的情形 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它也是 后来也必没有的 大家可以参考 马太福音24章 第21节 第三节的经文 可以被看为是 对一章的15节 和一章的19节的 具体的解释 因为在一章15节 先知曾说 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一章19节又讲 当耶和华的日子 来到的时候 火烧灭矿野的草场 火焰烧进田野的树木 所以二章的三节 就具体解释了 那从全能者来到的毁灭 有何等可怕的程度 而这毁灭 就是借着火烧 实际上 就是透过蝗虫 对自然界的吞噬 同时也是指 那来自朝敌国家的侵略者 给神的子民的国和地土 带来的毁灭及掳掠 经文说 他们前面如火烧灭 后面如火焰烧尽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 所以这里的经文 既是在夸大的讲 自然界蝗虫所带来的灾祸 又是在讲人世间的 带来毁灭和外来侵略的军队 他们会将原本如伊甸乐园一样的田地 变成为春草 不生的荒漠和田野 所以从后半节一直到十一节 蝗虫 军队 自然界的生物 及人类的侵略者 这不同的生物 却有着相类似的形象 这充满意象性的画面 一直交织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一定要去参考启示录九章一节到十一节的原因 老约翰在那里形容 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的时候 也是将蝗虫的形象 与人类军队的形象 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这就会更加激发人的想象力 并可以联想到那即将要来的 耶和华日子的可怕的情形及程度 第四节就形容 他们指蝗虫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在启示录九章第七节就说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第五节形容 蝗虫的队伍在进发的时候 所带动的响声 蝗虫身上发声的部位 是在翅膀 因此当他们集体飞翔的时候 即便是蝗虫还没有来到人 所住的地方 人们却可以老远的 就听到他们翅膀煽动 所发出的骇人的声响 经文具体描述到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 如车辆的响声 又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 好像强盛的民 摆阵预备打仗 在启示录九章第九节 经文中说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 奔跑上阵的声音 第六节在讲 他们一来 众民伤痛 脸都变色 第四节 第五节 经文所描绘的 是人的眼 还没有看见蝗虫 实际来到 而是听见他们的响声 尤其是第五节 听见他们的响声 人的心就已经十分惧怕了 而当人 看见蝗虫 铺天盖地而来 人们的心 更加伤痛 所有人的脸都被吓到变色 接着 第七节到第九节 经文所描述的 就是蝗虫 在人的眼睛观察之下 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 看到这几节 那简直就是军事行动 因此这几节 既是在讲蝗虫 又是在讲军旅 所以难怪 十一节 那里神说 耶和华 在他军旅前发声 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第七节到第九节 经文的描写 是拟人化的描述 先知告诉我们 他们如勇士奔跑 向战士爬城 各都步行 不乱队伍 彼此并不拥挤 向前各行其路 直闯兵器 不偏左右 他们蹦上城 踹上墙 爬上房屋 进入窗户 如同盗贼 这几节经文 多么的活化 我们读到这经文 就好像看了电影一般 这蝗虫 简直就像 我们所看的 第二当中的 那曾给中国的城市 和人民 带来毁灭和杀戮的 日本侵略军一样 他们训练有素 善于征战 给所侵占的地图和城市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十节接着说 他们一来 地震天动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地震天动 还是在形容 蝗虫身上的翅膀 在飞翔的时候 由震动所产生的 刷刷的响声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是指 当蝗虫飞来的时候 无数个个体 都展开翅膀 那情形简直是 遮天蔽日 在历史上 人们曾有过 认真的观测 有一次发生的蝗灾 蝗虫的树木 高达六亿只 所遮蔽的范围 极其广大 他们每天吃掉 八万吨的食物 这数据听起来 叫人感觉到 有多么的可怕 接着十一节 经文可以被看为是 从神学的意义上 来对 蝗灾与定性 在神的眼中 无论是自然界 蝗虫之灾 或是神所容许的 外来国家的侵略者 对神子民的国 进行侵略和毁灭 在圣经中 都有一致的答案 这一切都是 经由神来许可 所以十一节经文说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生 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这可怕的蝗虫的大军 及外邦的侵略者 竟然被称作是 耶和华的军旅 这是表示 伟大的以色列的神 在一切的事上 都有主权 就连邪恶的势力 都要听他的指挥和调遣 如果我们读 以赛亚书十章 五到七节 还有耶利米书 二十五章九节 先知都明确地告诉我们 就连那有权有势的外邦 都必须要听从于神 来完成神的旨意和计划 因此 耶和华的军旅 不单是指神的天使天君 或是神子民的国 以色列的军队 就连蝗虫大军 或是巴比伦的侵略者 都必须降服在 伟大的神的权柄之下 来完成神的安排 达成神的旨意和计划 那么在这里 神借着蝗虫之灾 的确要将毁灭 临到他自己子民的国 但我们要知道神的用意 并不是要彻底毁灭自己的国 和自己的民 乃是要他们悔改 神的子民 在如此强大的 不可战胜的 耶和华军旅面前 除了转向神 向神哭泣 哀求 祷告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无人能救他们 脱离 成就神命令的 强盛者 第十一节的后半节 先知又在哀叹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大家在看 七节到十节的时候 顺便也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十章六节 还有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九节 出埃及记第十章 讲到的是神人摩西 从神得权柄 在埃及所行的 实灾当中的皇灾 而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的经文 讲到的是 幕后的日子 会有的情形 当主基督 要行审判的时候 宇宙天象 将会有奇异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 二章的一节 到第十一节 先知的信息 又是在讲 皇灾即将到来 百姓一旦听到 祭司们吹脚 他们就当 带着敬畏的心 来到西安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近 人要亲眼目睹到 有像蝗虫之灾 这样的可怕的情形发生 这日子大而可畏 百姓们将会知道一个事实 耶和华的日子 无人能当得起 大家仔细看先知 对蝗虫大军到来的时候的细节描述 同时必须要知道这里的蝗虫 也是在指外来侵略者 而大家尤其要把这段的经文 与启示录第九章的一节到十一节 参照的来读 就会更加明白 神界先知所宣讲的 这重要信息背后的意义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 十二节到十七节 这段的内容讲的是 由于有那么可怕的大蝗灾即将到来 所以神就呼吁自己的子民 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神 第十二节的经文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我 神说虽然如此 是针对前面第一段信息当中讲的 蝗灾一旦到来 百姓所要亲眼目睹 并经历的可怕情形 神说虽然如此 就意味着 他还为自己的百姓 留下了可以悔改的机会 神把一个郑重的抉择 放在他们眼前 乃是告诫他们 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神 很明显的 神在这里所讲的话 正是一章十四节和二章一节 他借先知宣告话语的目的 神要自己的百姓来到他面前 尽时真诚的哭泣 并表现出真实的悲哀的情感来 而做这一切都是要显示 百姓已经一心归向耶和华神 因为假如神的百姓不归向神 那他们在耶和华 道而可为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大家可以参考 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 阿姆斯书五章十八节 和西凡亚书一章十五节 神的百姓归向神 是神给自己百姓提供的 在大灾难面前的唯一的出入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第四章二十九节 耶利米书四章一节 以西节书三十三章十一节 和西阿书十二章六节 十四章一节 接着十三节 神又告诫百姓 不要将悔改 只表现于形式方面 神要他们从内心里头 真正的向神悔改 十三节头半节的话 非常的关键 经文说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古代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每当于神的面前 表示悔改的时候 都必然会带有一个 撕裂衣服的动作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 这动作做多了 人们便只流于形式 一表示在神面前悔改 就立即撕裂自己的衣服 但神真正要的是 看人有没有撕裂自己的心肠 只撕裂衣服 不表明这个人 已经在神面前 有彻底的悔改 伟大的神是检查人心的 他知道人 心肠肺腑里的光景 因此他明确的告诉自己的子民 光撕裂衣服是不够的 也是没有用的 神知道人 内心悔改的真实程度 那真正为悔改 而撕裂自己心肠的人 才是真正悔改的人 大家可以去参考诗篇第五十一篇 第十七节 大卫在神面前做悔罪的祷告 他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接着十三节的后半节和十四节 经文的信息是神继续在给自己的百姓指明出路 先知明说 当神的子民以真实的进食 哭泣和悲哀 一心归向神的时候 人生命当中的信心的依据是在于 我们要借着祷告和指望 牢牢的抓住神慈爱的属性 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他乃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可以说 在旧约圣经中 那些信心伟人们 之所以会在祷告的方面大有成效 都是因为他们深深的与生命的经验中 知晓神伟大的慈爱的属性 那些祷告的伟人们 就是依照神的属性来祷告 他们知道 人不管多么的败坏 软弱 失败 跌倒 甚至犯罪 他们都可以重新从神那里 得着救恩之乐 因为神乐意那犯罪的人 以尽时哭泣 悲哀的表现 真诚的来到他面前 重新再归向神 他们便可以从神那里领受恩典 摩西是如此 大卫是如此 好多属灵的人都是如此 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七节 撒末尔记下二十四章第十四节 诗篇一百零三篇 第八节到第十节 十四节继续说到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 也未可知 十三节十四节两次提到 耶和华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大家可以参考 撒末尔记下十二章二十二节 还有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第三节 以及约拿书三章九节 经文中所讲的神为人留下余福 意思就是 神的百姓若真心在神面前悔改 即便是神借先知所宣告的 那蝗虫之灾必定会到来 神也有能力 使神子民所住的地土 又得以复苏更新和恢复 从前因为灾荒 神殿中的祭祀都已经停止了 因为素祭和奠祭都已经断绝了 可神一旦后悔 不降下所说的灾 或者即便降下也留下余福 那么就意味着 神的百姓又可以在神面前 献素祭和奠祭 那献祭给神的敬拜和侍奉的生活 一旦被恢复 也就意味着神子民所住的地 又惊艳到了神的赐福 那么希望就有了 福分又从神而得 经文中虽然出现了 也未可知 这样表示不太确定的用语 但其实背后的意思 是在告诉神的子民 快来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人所当做的就是诚心的悔改 刻苦己心的进食 真诚的哭泣 由心灵的最深处发出悲哀 以此来表示 自己已经一心归向神 那剩下的就交给神 去看他是不是那位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的神 他或者真的就会转移后悔 为神自己的百姓留下余福 使百姓能够重新在神面前 与神之间恢复正常的关系 他们于是就可以在神面前 欢喜感恩的 献上素祭和奠祭 那接着15节 又是再重复 1章14节和2章1节 经文再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16节是更加仔细的 来吩咐以色列的国民 在禁食和严肃会的日子 来到之前 当再样行 16节说 聚集民众 使会众自节 这里暗含的意思是 所有的百姓 都必须参加禁食和严肃会 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人 漏掉缺席 另外被招聚的 还有老者 还有被招聚的是 孩童和吃奶的 这三类的人 不可以因为自己年纪老迈 或者太过年幼 就不参与禁食和严肃会 同样被要求的 还有新郎和新妇 他们一样不可以例外 新郎必须出离洞房 新妇必须出离内饰 像新郎 按照律法的规定 他们在新婚的一年内 可以被豁免 不去服兵役 大家参考 生命纪24章第五节 但是 这在神面前的 庄严的禁食 和庄重的严肃会 新郎却绝对不可以缺席 这表示 禁食 哭泣 在神面前悲哀 乃是以色列全国的人 都当在神面前 如此行的 17节 神便吩咐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当怎样做 他们被规定为 要在篮子和祭坛中间哭泣 大家请参考 一章的13节 14节 祭司们 在神面前哭泣的时候 要说 耶和华啊 求你顾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拐下他们 为何容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以上就是 侍奉神的祭司们 在圣殿的廊子和祭坛中间 所做的 哭泣的祷告 仔细的读来 他们所做的祷告 还有着几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 祭司们 是在代表全国的神的百姓 呼唤神的名字 为耶和华 我们知道这一名字 是特别显明 神与自己的百姓 立约的事实 当祭司们呼喊这名字 向这名字祈求 就表示 他们愿意神 重新纪念 与以色列的列祖 所立的约 尽管在当时的世代 神的百姓们 都背弃了 与神所立的约 神的百姓 祈求神在纪念 与自己百姓所立的约 那么 主耶和华神 一旦向着自己的百姓 回心转意 他接下来 就会向自己的子民 彰显出 慈爱信使的作为来 比如下面所说的 祭司们求神 顾惜自己的百姓 顾惜的意思 是又眷顾 又怜惜 这表示 耶和华神 爱自己的百姓 在以西节书二十章十七节 神借着先知说 虽然如此 我眼仍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不在旷野 将他们灭绝 净进 祭司们还向神求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神的产业 就是以色列地 和住在其上的以色列民 当神的子民被惩治 这群已经犯了罪的国民 连同他们所住的土地 就一同接受刑罚 受羞辱 而作为神产业的百姓 以色列人 经神的许可 受辱的其中一个方式 便是神将他们 交予外邦的仇敌 来管辖他们 我们在读《诗诗记》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 神是六位大的事实兴起 在俄陀涅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受到 没所不到米亚的 米塞利萨田的 欺凌和侠制 事实以护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受到摩押人的 辖制 事实底布拉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在受 迦南王耶丁辖制 事实积淀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受到东方的 像是米淀人 亚玛利人 这些外族人辖制 事实耶弗他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受到 亚门人的辖制 事实生孙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受到 菲利士人的辖制 我们由此看见 神的百姓若犯罪 那么神的产业就必然受到羞辱 外邦人就必会来管辖他们 欺凌他们 杀戮他们 并掳掠他们 基斯们切切的向神哀求 求主来纪念 神与自己百姓所立的约 尽管百姓们不可爱 但也求神来顾惜他们 不要使神的产业受到羞辱 神的子民及神子民的地 被外邦人管辖 基斯们最后一句祷告 非常的有力 他们向神发出哀求 为何容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基斯们的意思是 若神不纪念自己 与百姓们所立的约 神将他们交于仇敌 不爱惜他们 而是任由着仇敌 来对他们予以欺乌和挟制 那么最快乐的 就是周边列国的人 他们会戏耍神的百姓 并向以色列的神发出呲笑 因为这个时候 外邦人已经无法在神的产业身上 看见有任何的能力 善美和荣耀 从前他们曾听过 有关耶和华 眷顾自己百姓的传说 但如今 列邦人在以色列人身上 丝毫也看不到神的眷顾 那他们就自然会 藐视以色列民 并且不把以色列人所说的神 放在心中 他们会认定这位所谓的眷顾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并不存在 因为列国的人完全看不见 耶和华神对自己的百姓 有一丝一毫的帮助 那侍奉神的祭司 等于在向神发问 神啊 如果你的产业落到这般地步 而列邦人又认为你 根本都不存在 那这一切 对于你伟大的名和荣耀 有什么益处呢 因此 愿你顾惜你的百姓 愿你使你自己的产业有荣美 愿你自己 在你的产业以色列中掌权 并且绝不容外邦人说 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 祭司们若做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是有力量的 从十七节中所讲的祷告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那被先知所预言出来的 极大的可怕的蝗灾 绝对不是单指自然界方面的 他肯定与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有关 在神容许自然界的灾祸来到的同时 神还为悖逆的百姓 预备了那更为可怕 毁灭性更为彻底的灾祸 也就是仇敌的侵略 这一点到了二十节 就被解释的极为清楚 经文甚至告诉我们 仇敌来自于哪个方向 那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就明天再讲 总之看到第二段 我们就发现 他其实于第一章和第二章中 第一段的内容有重复 因为都是讲到 神呼吁祭祀们 带领全国在神的面前 认罪祷告 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严书会即将举行 在面对大毁灭 迫在眉睫之际 神还给以色列家留了出路 那便是 他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 禁食 哭泣 悲哀 只要他们一心归向神 他们就必从神那里 再得到怜悯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神并没有完全撇弃 自己的百姓 他仍然向他们 存留慈爱和怜悯 正因为我们的神 有如此善美的属性 他那善美的属性 便成为了 我们这些容易软弱 犯罪 跌倒失败的百姓 来到他面前 恳求他 在怜悯和施恩 与我们的依据 因此我们赞美 我们神的名 他真是没有推却 他子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 离开我们 来让我们祷告 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 约尔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 在一节到十七节的内容中 你再借着先知的口 让我们知道 蝗灾的可怕 这蝗虫的灾祸 乃是经由神的许可 来到神子民中间的 毁灭性的力量 人在这如此大的灾祸面前 将会无比的惧怕 又无力 又无助 因为这样的灾祸 以前未有过 以后也不会再有 但是就在这大灾祸 就在眼前的时候 你却告诉你的子民 当来到你面前 尽时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你 主我们谢谢你 你带着爱 来管教并刑罚你的子民 但你并不是要灭绝他们 而是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当神的子民们 带着虔诚的心 向你求恩典 求怜悯 你的爱便向他们发动 主我们赞美你 伟大的信实 慈爱和怜悯 我们赞美你的名 和你尚美的属性 我们就求你 顾惜你的百姓 不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不叫你的百姓 受到列邦拐下 更不容列邦的人 口中说 耶和华神在哪里呢 主愿你一直眷顾你的百姓 用你的爱和大能 使他们回转归向你 因为这本来就是 你的能力和荣耀 因为唯有你是神 恳求你的圣灵 一直帮助我 让我的心 一刻也不从你身上偏离 我感谢赞美你 我如此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和颂赞 乃是奉靠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 至于 是 avant一点的祈求和预告 贼困好 dizer 明福 经历取我的 声明 农加 jer